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高中的一次移工活动中他目睹了一起虐童事件 那张一山的小暴脾气能干看着吗 当时就跳出来了 被一顿暴走之后 沈医生就诞生了暴力人格崔浩月 并在当晚就完成了复仇 这可给沈医生吓坏了 第二天早上眼睛一睁 发现自己身上一道红一道黑的 还以为自己昨天晚上出去靠刺山沙膏了 从那时起 沈医生就开始了疯狂的有四分裂 先后诞生了七种不同人格 眼看着病情越来越严重 沈医生本打算在美国完成治疗以后再回国 但耐不住家里面奶奶和妈妈一直催他 关键是崔浩月也控制了他的身体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回国的飞机上 无奈之下沈医生只好在国内想办法治疗 事实上沈医生现在的经济状态 也和他童年的经历有关 十年前沈氏集团的董事长 也就是沈医生的爷爷 与儿媳意外车祸身亡 沈医生的父亲接任董事长 一直没多久 就因为家里面发生了火灾陷入的昏迷 至今未行 当时的火灾现场只有幼年沈医生一人侥幸生还 这也导致了他失去童年一整年的记忆 并且换上DID 也就是多重人格障碍 这次回国后 沈医生就接任了双城娱乐集团的副总经理一职 而这个双城娱乐的总经理呢 就是沈医生的堂哥沈冬杰 沈氏集团集成人的有力竞争者 两个人现在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和睦 但见面以后 沈医生却发现自己暗恋多年的青梅竹马苏婉岩 已经成了沈冬杰的未婚妻 正郁闷的时候 沈医生遇到了来酒吧抓病人的精神科医生白星星 因为之前这些误会 沈医生一直以为他才是精神病 就拦着不让他抓人 结果就被白星星一个过间摔撂倒在地上 再次开启了崔晓月模式 好巧不巧崔晓月刚登场 就遇到了一个眼线大叔跳拽找茬 看这个造型 大叔年轻的时候巴探也是个美妆博主 总之崔晓月不但把人家一起顿揍 还把人家大叔的马甲给抢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崔晓月一眼就相中了白星星 死活都要缠着人家玩游戏 再来加钱都要五十多岁了 玩什么游戏啊 是石头剪刀布呢 还是两只小蜜蜂呢 崔晓月邪魅一笑 老鹰抓小尖 我追你 如果我追到你 我就把你 嘿嘿嘿 这一追就追到了这家医院 前台小护士就看见一条皮裤飘进来 当时就激动疯了 王芬 王芬是你吗 王芬啊不对 邓晓琪 马眼邓晓琪来了 而且崔晓月这货进了病房就开始偷裤子 给白星星吓得呀 主要他起这个名也都让人以为他没穿那裤 毕竟 昊月荡空嘛 话说两边 被崔晓月暴打的还抢走着马甲的那位大叔 其实是个黑社会 那件马甲呢也不是什么普通马甲 里面藏了很多毒品 于是大叔绑架了白星星 并且准备打电话威胁沈一真 沈一真都懵了 马甲 马甲在王八身上呢 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沈一真虽然根本就不认识白星星 但既然是崔晓月捅出来的娄子 他肯定也不能坐视不管 他本来两次让朱丁小哥打晕自己 叫出崔晓月 随着这一拳下去 崔晓月没出来 出来一个麦克雷 那一出场又是武士一到又是呆呆呆的 大招放了一圈 一个人没打到 反而自己被犯了绑了起来 最后还沈一真出马拼命救出了白星星 从这时开始 沈一真跟白星星的关系越走越近 最后几经一波折 沈一真决定由白星星担任他的秘密治疗师 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帮助沈一真调整精神状态 顺便给其他人格惹出来的麻烦擦屁股 别看这份工作包是包住的工资还挺高 但干起来那叫一个糟心 最大的工作压力就来自于沈一真的一个弥媚人格 莫小娜 这位选手的形象气质 那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 倾国倾城 避邪避遇 谁不知道沈一真通前的时候 经历了什么样的打击 才能够诞生出这么一个人格 可能是被阿鲁巴鲁多了吧 沈一真本人醒来以后也非常的绝望 这种感觉呢 简单来说就是没脸见人 是真没脸见人 总之这片子的质量嘛 确实比较偶像剧 不过吐槽鬼吐槽 感觉这一波张一山吸粉呢是肯定的了 最后还让我们回忆一番小天使 莫小娜的精彩表演 真的是倾国倾神 避邪避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